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我的后面,曾经就是暖国军的学院 20年前,当他们的campus来到这里 整个打蚊马银的市场就变得很猎猫又旺 可惜当他们搬去洗碗仔之后 这里的人潮都差点 以前廉国卫学院在这里,真是做得很成功 吸引了很多学生 可能你不知道,他是马来西亚第一间私人学校 获得University的地位 他是由Dansri Datuk Sri Batuka Dr.廉国卫成立 你听到他的含头这么长,是不是觉得有点夸张呢? 其实这位人兄真是一点都不简单 他可说是单人匹马,将马来西亚的教育扭转 用哲计做成一个创新的艺术 基本上他的课程是完全行业化的 不像一般的哲计学院 死姑姑,教你读死书而已 Dansri Datuk Vink不单只是个教育家 他也是个画家、哲计师、作者、职业家、坚持善家 他也被称为创新教育的国父 他的转机也挺有趣 他曾经在中学被校长要求做过临时美术老师 事关他们的老师是要请病假 有了这个经验 他就给同学美术补习 顺便就赚回一些外快 在60年底他和星马的报馆画漫画 离开了报馆之后 他就走去KL其中最大的国际广告公司 McKent Eriksen打工 在短短几年 他就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本地的creative director 话说以前马来西亚的广告界 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来的 在1975年 当时林郭榮只是29岁 他就成立了马来西亚第一间本地广告公司 叫做Wings Creative 在三年之内 他们就成为我国其中最成功的广告公司 在91年 他就离开广告 在Zalandun Raza就开了他第一间学院 事关他的梦想 就是要将我们的年轻人才 受到创意的考试 在97年整个campus 就搬了去达曼马云 最终在2004年 就搬了去西亚大 跟着就发扬光大 扩张到去南非 今天念国兵学院 就变成了一个global university 全世界都有13个campus 曾经拥有超过30万的学生 遗憾的是两年前 这个人才都离开了我们 话说 今天你来到达曼马云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曾经是有间念国兵学院 尤其是那些年轻人 以前的美食当和茶室 大部分都收盘了 现在的各边店 全部都被新人接手了 有念国兵学院的事 什么生意都很好做 现在这里一般都是靠街坊生意 连以前campus的位置 现在还是雕空 基本上 现在的人潮 是集中在车行这两条街 不过这一轮都有一些转变 自从餐餐落茶餐室的当口 搬了来这间个宾店 很多在美国的客户 就涌来这里 然后很多 其实很多人 都是特意来光顾尔尼西餐 基本上 达曼美加是一个很低调的区 虽然它是在达达曼美加 和大港的中间 但是如果你不是拿车来修理 你很少会踏入这里 我记得在80年中 当他们的superlink刚刚起好 我有意思要买的 可惜业主就不肯减价 结果都不坏道 那么巧 今天我要拿一部车来这里 噴漆 因为刮花了 一直以来 我仍然被同一间车厂噴漆 小坚我都认识了那位师傅 又50年 反正来到这里都是要等 那就顺便走个隔壁街 採访美食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就给个like 分享一下 如果未曾订阅 就麻烦你订阅 谢谢你 现在排名无分先后 我们来达曼麻烟尋找 最棒的美食了 整个达曼麻烟尋只有一间food court 它就是Oasis麻烟尋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下沙特 一个是非下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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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食堂都经营了有十二年 不过以前都已经有小贩在这块空地摆当 现在这里的档口都摆得很齐整 干净又多座位 当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车厂朋友有带我来这里 但是我们只是喝咖啡 都没注意到这里有什么食物 之后我都没回来 这档Muni有受到我的注意 因为以前在SS2半夜吃宵夜 都有光顾过那档Muni的店铺 话说他们是整个BJ最受欢迎的 华人牧士林餐厅 但是那位印尼档主说 他和SS2的Muni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我就走去Fayhara的部分 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原来是我的忠实歌迷 说你都不信 从80年代 他就开始买我的唱片 现在我没出了唱片 他反而收看我的YouTube 真是不说得 他还介绍我采访这档羊豆腐 他说如果你住在Tamun Maim 肯定有来光顺过这档东西 因为他们是平靓靓 话说这帮越南公民 都在这里经营了8年 加起上来 在马来西亚都做了饮食有15年 虽然他们有提供猪扒饭和粉 但是他们的腸粉羊豆腐 是最受欢迎 我就选几件羊料 加一条腸粉 吃过之后 觉得那些羊料是一般 但是的酱就一流了 价钱只是六扣 来到这个food court最老的档口 话说这个食堂未开始之前 他们就在这个空地摆档 所以人人叫他们试下素食 这位罗志新生的档主Missiab说 这里的素食全部都是他姐姐煮 以前就是他的父母煮 但是现在他们都退了休 他强调他整家人都是吃素 如果不是 又怎样可以煮得这么传统的味道出来 老实说 很多观众叫我做一集素食介绍 但是我就未收够资料 希望这档素食可以给点力感我 这里的选择都很丰富 我就选择齋虾饼和齋薄啤 加一没吃过 说你都不信 他比非齋的还好吃 本来刚才我的歌迷都有叫我来采访这档泰国餐 但是这些泰国厨师那么忙 那我就过去对面这间美洋茶餐室 这间个B店三年前就被这位店主Sherman 顶我来做 他建议我采访这档有26年历史的销纳饭 这位来自Gerrandut的当主阿傅说 以前脸国兵学院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要煲多点饭 吃几乎每个学生都是有家饭 或是吃两碟 因为以前一碟鸡饭只是三档 现在都不是贵的 仍然是七档 你没想着便宜就不好吃 这里的斯林绝对可以拍得住高楼馆那些 一楼 刚才茶室的店主也有提醒我 一定要采访这档 嗜水云吞面 他说这些熟客专专过来吃他们的叉烧 我说嗜水都有出名的云吞面吗 他说虽然这个当主是来自嗜水 但是20年前 他都嫁给了本地华人 而且这里的叉烧 咸冷都是他老公的烧 基本上他们的云吞面 是本地的口味 只不过他们的招牌是叫做 Surabaya Wondanmi 贪他较风味 他的老公也要在第二道开分档 吃过这个云吞面 觉得他的面是一般 但是叉烧就没得顶了 半肥收又够焦 直接是milk in the mouth 这档板面是来自白根斯拉 盛陈这两姐妹经营 我个人觉得 板面是一个最没魅力的美食 相信你的妈妈也有在家煮过它 只不过我们以前是叫它面粉龟 现在有了部机磨到面粉一条条 我们就改叫它为板面 幸好这个美食现在都有些地位 多得就结果把辣椒板面诞生 对我来说吃板面都是靠它的猪肉碎 干鱼仔 辣椒醬 还有汤的遮 面就肯定没有口感了 吃过这个版面之后 觉得它的料是比得很丰富 汤都特别鲜甜 可惜面就淋了一点 现在我就要走过对面这间T-Time个B店 一年前这间茶室就被新的店主顶了来做 在正他们的前面 就是这档流动油炸鬼 这位当主黄先生和他的太太 都在这里经营了有20年 以前他是做三行的 现在年纪大了 不想担担抬抬抬 周末他们就在这里摆担 这位当主阿杰 就做了很多材料 Tea Time 个宾店第一档美食 我要采访的就是海鲜粉 这位当主阿杰 都在这里放了有25年 原来他的烹饪经验 就是在槟城 从学师做到师傅 他的家乡就是在仁丹 物栋的隔离村 所以他的招牌都是用仁丹 当主说他的美食 是用海鲜为主 虽然他的招牌菜 是汤和粥的食物 反而他介绍我吃滑蛋石斑鸳鸯 佳因今天的石斑 是特别新鲜 滑蛋糠就吃得多 但是就没有这碗那么正 每一条粉 是炒到滑滑 石斑是很脆口 价钱是24价 真是物有所值 这间那边店第二个介绍 就是炸饭 这宅饭的老板娘 从我从门口走进来 他就认得我 他说他们两夫妻是我的粉丝 这位来自民东的当主 兼徐师阿兴 都在这里经营了20年 他说除房是他搞定 外面就是他的太太打理 我问当主他们每天的菜是否一样 他说不一定 在街市那天见到什么菜是漂亮 就煮那味菜 我见到他们每一样的菜都这么正 真是花多眼乱 那我就叫当主选几样的菜给我 不过是不要吃饭 吃过之后 觉得他的菜 好像妈妈在家煮的一样 小盐小糖和小味精 来到我们这碗阿波老鼠粉 好奇怪 老鼠粉只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叫的 在广州和香港 他们是叫银针粉 福建省就叫秘态麦 基本上 他都是梅州的客家人的杰作 这位来自白登咖喱的当主阿兰 只是在这里放了当半年 但是他和太太 在SX3一间个B店 都经营了十多年 除了亚煲老鼠粉 他们都有提供三间装猪肉丸粉 和亚煲衣麵 当主说 很多人做亚煲美食 是没有将亚煲入高的温度 那食物就不入味 他的亚煲老鼠粉 是我吃过最多肉碎的了 粉都很入味一流 我们要来这间 新餐餐落茶餐室 做最后的介绍 其实这间茶室 都是和美洋茶餐室 一个老板 以前这间茶室 是叫深深个B店 所以它是店主的中文名 自从达曼美加的 餐餐落茶餐室收了盘 他们几乎每个档口都搬来这里 那店主就用回它的旧名 给一些熟客用 而找回熟悉的档口 话说 以前我在旧的个B店 都有几乎介绍完 他们的美食 反而这档Earney西餐 我就没介绍过 当然了 他们刚才营业了两个月 自从Mily Mio介绍了他们之后 他们的生意就上升 让他大怯到整个个B店的生意 这位档主Earney Dan 两年前就在十七推开他的餐厅 可惜他请不到好的员工 那就索性靠自己出来开档 Earney的食物这么有水平 加因他有专业的训练 在Cordon Blue Point任学校留学过 看见他炮制这个猪排猪扒 我觉得有点安慰 因为现在很多Bistro 都做了卡拉尔的美食 他的餐牌都很丰富 那我就选择这个 Sinfu Aureole 加因给他的名字吸引到 果然没有选错 我很久没有在马来西亚 吃过这么棒的意粉 你们千万没有走鸡 那些消息 更均嬸 吃入其它 喝酒 做得更好 喝酒 updates